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历史在笑意 民国史系列之一 庸共与清党 主讲 黄毓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来汪兆明在当日发表退休文殿 并且潜伏九岗 并未到场 搞什么呢 所以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 汪兆明 以退为进 这个以退为进就令到国民党的整合出现了波折 这个部份稍后我们再讲 好了 在这一次的谈话会里面 就决意推定张继 于由任何乡盈 李玉盈 蔡元培 五人代行监察委员的职权 并且要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特别委员和后保特别委员的名次先后 排名不是照不或罪 又不是哪个大 哪个小 总之就是抽签决定的排名 大家都不用争吵 根据凌汉湖三方的中委上海谈话会的协议 组织特别委员会议案和特别委员的人选 要三方以会议方式讨论之后 然后公告 所以在这个9月14日 参加谈话会的各方委员 就专车去南京 15日 凌汉双方的委员 就在南京的城延街中央党部 就开中央执监委员的临时会议 而互方的中委就在南京的紫金山中山陵墓 就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然后分头将这个组织特别委员会议案和特别委员会人选的名单通过 并且公布 而凌汉就用一个临时会议的名义 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党部 有南京有武汉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其实都是要按照这个程序 接着就是决议致电 这个湖汉民、吴敬行、汪兆明、蔣忠正四委员 就请他立刻来南京就任特别委员的職務 但这些人当时都不是在南京的 包括湖汉民、包括吴自徽、吴敬行、包括汪兆明、包括蔣忠正 蔣忠正宣布下野 到了9月16日 中央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 在军事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 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组织 然后第二天就发表宣言 宣言里面提到特别委员会组织的意思 是什么呢?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今临时会议以一致可决 这个一致可决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致贊成 有可决有否决 我们投票 贊成就是可决 反对就是否决 否决 立法会否决以权利及特权条例 成立专责委会调查 沙中线丑闻 否决 否决的对面就是用贊成 其实是用可决 否决是对可决 可决就是贊成 所以这一句就是今临时会议以一致可决 即是一致贊成 推出委员 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 代行中央执监委员职权 改组国民政府 并于三个月内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从前自立之三党部 均不服行使职权 南京也不行 武汉也不行 上海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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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党部就是廢队的 均不服行使职权 另外这些党部真的不准做事 而从前自立之三党部均不服行使职权 不可以做事 南京也不行 武汉也不行 上海也不行 全部不准做事 这三个党部 基本上是废的 從前三方攻擊之言論皆成成績 不得服飲為口實 之前 南京說上海是偽政權 罵西山會議派 武漢說南京是偽政權我們不承認 三方面的攻擊言論 皆成成績 黑板字抹掉 還有不得服飲為口實 不可以再將過去 南京攻擊上海 上海攻擊武漢 南京攻擊武漢 這些言論不可以再拿出來作為口實 因為現在要整合國民黨要團結 要團結不要搞分裂 既然現在大家有共識 你要團結 凝聚軍民士氣 向心力然後要北伐 統一中國 不要再 翻舊 本會受任以後 即是說中央特別委會 勢確尊總理為份 服從全黨公義 一方面繼續清黨 不使全黨中 有一不忠實之黨員 得刺身其中 一方面繼續北伐 其餘最短期間 完成中國之統一 以求三民主義之實現 請全國同胞 水深火熱之中 移傳 吾黨之天宅 這個中央特別委員會的職責就是這樣的 OK 他成立的 那個意志也是這樣的 就是我剛才 讀的那段 到了9月17日 這個特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就決定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和委員的人選 以汪紹銘、湖漢文、李烈君、蔡元培、譚元海就做常務委員了 國民政府的常務委員會 丁維帆、于右任等47人就是委員 並且以蔡元培做大學院長 孫科、五朝書、黃伯群、黃寵衛 分別做財政、外交、交通、司法四部的部長 軍事委員會亦都改造 這個軍事委員會就由于右任、方鎮武等66人做委員 白崇熙、何應音等14人就是主席團 這個軍事委員會當然大部分都是軍人 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 都在1927年的9月20日宣告成立 同日發表宣言 揭示六點的方針 這六點方針很重要 包括什麼 第一 繼續不伐 削平均佛 以完成全國之統一 這是第一 第二 貫徹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 以恢復民族獨立自由平等之地位 這是孫中山的遺憤 第三 肅清共產黨 以消滅國民革命之障礙 而保持國民革命勢力之統一 去到 寧海滬三方整合 然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 發表這些宣言的時候 第三點 六大方針的第三點 就說要肅清共產黨 消滅國民革命的障礙 而保持國民革命勢力的統一 去到這一步 就是公元1927年的9月20日 這一日 國民黨和共產黨 已經由所謂 第一次國共合作 變成現在大家是敵人 共產黨在這個時候就不斷 去搞武裝 的暴動 整個形勢 就已經是變成這樣 即是一方面國民黨要打這些軍匪 另一方面 後面還有一些共產黨在作亂 已經去到這一部分 第一次國共合作 就正正式式破局 劃上句好 武漢政府也劃上句好 南京政府也劃上句好 第四大方針就是建設革命秩序 例行革命紀律 以保障人民之權利 而維持社會民生之安定 第五 實行總理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之建設程序 第六 掃除民武官利貪污腐敗之職責 以樹立革命政府之無犯 大哥有職責的 原來那些民武百官貪污的 已經是一種職責來的 累積下來的習慣 那這六大方針其實大家看 最重要的那一條就是 第三條 肅稱共產黨 這個才是 最主要的 一樣 因為國共第一次合作 就正正式式 是破局 由於你國民黨的整合 大家對聯俄用共 那個共識 建立了下來 大家對共產黨的看法 已經是有共識 這個是敵人來的 那麼和平民黨的看法 就這樣了 有不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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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不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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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在 他們就在 中間 不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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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